新聞 挖挖挖 挖掘新聞人物 挖苦新聞人物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余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挖挖挖 為你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我們的黨政記者 黃偉翰先生 他也是三個孩子的爸爸 有兩個是兒子 好 那麼第二位是柯一正導演 還有一位是演員柯宇倫 大家好 我是名嘴柯宇倫 對 然後還有一位呢 是這個導演李忠先生 還有一位是 導演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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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小野先生 OK 啊 剛好是爸爸 是是是 導演李忠的爸爸 導演李忠的爸爸 好 那麼今天呢 這個有父親的角色 父與子 其實這邊兩隊都是父子 OK 那麼可是呢 現在就是說 說是誰的兒子 誰的爸爸有點 大家都是各闖出一片天地來 對不對 誰也不知道蓋過誰去 也是這樣對不對 但你們的血液就是 比如說他們的血 有什麼好說的 有什麼敢不承認的 OK好 長輩的說 沒有人不承認 那麼我想問一下 因為呢 我們最近呢 這個 因為反克剛 反黑箱克剛 這個事情呢 有很多孩子走上街頭 然後呢 也看到很多的是 親子之間的這個溝通 跟這個對話 那我先想問一下 就是說 這個以 林冠華同學 他用這個整個生命來捍衛他人為的堅持的一個價值 然後還有一位是這個周天官 OK 那麼他也是跟父親有很大的一個衝突 那周天官有周天官的另外一個困難 就是他一直都被 到現在媒體都還是寫 活在周大官的 周大官的弟弟 OK 那他想要證明他自己 這也是青少年成長過程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過程 那所以呢 我想今天要請教各位來看 就是說 那麼你們什麼時候去發現你們的孩子是珍寶 問一下柯一正導演 好 我們家都太放任了 非常自由 我們家從小大概就是 如果不想吃飯就不要上座 肚子餓了再吃飯 那想做什麼 大概他問問我 我給他意見 他也不一定會聽 他就照自己的意思做 那我們也不會阻擋 就是你要為自己負責 如果你下的決定 可是如果他未成年啊 再做一些你擔心的事呢 其實因為你 從小就會 被商量的話 大概你知道他會做什麼 不會離譜 可是也有人長大之後告訴我 他說 很多父母都說 我尊重你 你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他說我那時候才十歲 我怎麼知道我這個行為 是不是我能負責的 為什麼不給我方向 我要幹嘛的時候 我爸都說尊重我 然後我就是覺得 為什麼沒有人告訴我 我應該怎麼做 也有這樣的小孩啊 可能也會 對啊 像他學 然後就說我自己做任何活動 做任何事 我自我負責 怎麼做 也有小孩有這種困難 我希望你指導的時候 你就跟我想說尊重你 可是有時候可能你要逼迫他啦 像學鋼琴嘛 小時候他 其實他很想彈 但是上去的時候 媽媽一逼他 他就會哭 我就把鋼琴送掉 我想看到小孩子哭 然後他就會 長大會問我說 你那時候為什麼不逼我 我說我不要這樣子 讓你每天難過 逼你逼你 你就不學啊 對不對 跟我兒子一樣啊 這樣 好 那問一下小野先生也是 宇倫 人家跟宇倫都沒有回答一下 等一下 我先兩個爸爸講完嘛 好 那你也是什麼時候發現 你孩子是珍寶 什麼時候發現孩子珍寶 出生那一刻就發現啊 我後來寫了一些 一路都沒有懷疑過 沒有沒有 我一路上有時候寫一些親子書 還會有人投書給我說 你為什麼寫了這樣 你孩子最棒 我們孩子都不棒喔 你孩子最棒 我說沒有啊 因為我沒有否定你的孩子 我只有講我孩子很棒 我很崇拜他 你也可以崇拜你孩子 這個沒有關係 他覺得過度的吹捧 其實不是吹捧 是欣賞 因為他 我一直有個心理師 他會朝著你的欣賞的方向 一直過去啊 真的嗎 爸爸竟然把你當正好嗎 有 他對我做任何一件事情 大小事情 屁是什麼事情 他都非常滿意 就造成我這個 自我要求非常的偏低這樣 因為我只要做一點小事情 他就非常的得意說 哇 你今天做什麼 畫一個畫 可能畫一個圈圈 他就非常滿意說 這真是西式的這個奇畫 像反骨一樣 只差一個沒有掉一個耳朵 這樣子的感覺 從小就一直被鼓勵啦 我真的是這樣一個環境 一直不停地這樣長大 所以其他人鼓勵你講那個 誇獎你 是不是覺得都是騙我的 沒有沒有 所以我就很在乎別人誇獎我 因為爸爸誇獎不值錢 他常常誇獎我不值錢 你知道嗎 所以我比較喜歡別人誇獎我 你來我們家住幾天好了 對啊 問一下宇倫啊 對啊 這件事情為什麼你長大後會怪爸爸 你說鋼琴啊 對 沒有其實我不記得耶 但剛剛那一整串會讓我覺得 哇那四十歲啊 我怎麼還像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 在那邊被唸 還滿有趣的 有反抗過他嗎 反抗是 其實沒有東西可以反抗啊 我爸根本不管我 沒有東西反抗 你們都沒有衝突啊 沒有衝突 沒有時間相處拿來衝突 為什麼沒有時間相處 很少啊 因為爸爸他 因為早期都在拍電影嘛 後來為了養我 就一直在拍廣告 他大部分時間都睡車上 開會什麼拍片 沒有時間待在家裡 所以剛剛回到優倫以前講說 我根本不知道我的選擇是什麼 那你就說叫我 為我自己的選擇負責 我不會 對面對這樣的疑問 你們怎麼回答 還是你們一路 就是沒負過責吧 怎麼可能不知道怎麼負責 做錯事 沒寫功課都知道明天會被罵 就是我要走什麼方向 都尊重我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啊 其實這樣的迷惘會有 因為我聽過類似就是 反而是父親很自由的 給小孩這個選擇空間的時候 他小孩是15歲 國中生 就問他說 你可不可以教我一點 你的人生經驗 對 給我一點指引好不好 你教我這樣選 我很迷惘 那我會覺得說如果是像 就是我把自己來講好 就是我覺得可能不是給你 除了給你那個自由的空間之外 你也要給我選擇的工具 就是讓我去學會如何判斷 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我需要從 從父親身上得到的 但我不需要你告訴我 要選什麼東西 但至少你給我選擇的工具 這樣我知道 我會替我自己判斷 那我覺得我父親可以給我 我覺得這個工具 那今天有三位父親 四位父親在現場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小孩 這是林冠華 他已經不在了 來這一張是他在北捷事件 鄭捷的殺人案 所以呢他是這麼熱忱的孩子 在鄭捷事件時 他在江翠戰自發愛的抱抱 我的帥氣兒子 他自己一個人喔 對 因為他也住板橋 這樣子在發生正結的事件之後 他跑去那邊 free hawk 就到處只要你會覺得害怕 或者是你覺得說 你希望給陌生人一個擁抱的 他就在那邊那一陣子做那樣的事情 有被報導 可是當時甚至沒有問他你是誰 因為問了可能也沒有什麼意思 就知道有一個大男生在那邊跟他擁抱 他當時 你看 而且你知道一個人在捷運站 要跟人擁抱 那也是要很大的勇氣耶 對吧 然後再來他講說 我們都冷漠太久了 他一直覺得冷漠太久了 OK 這是他在北捷事件的時候 然後呢 喜歡留在你們心中的冠華 冠華爸爸一邊睡 一邊心痛的喊著我的兒子 我的兒子心痛到不行 我跟他說 你看他讓輿論沸騰 冠華居然燒起了一把火 我們沒有這個孩子的膽識跟勇氣去對抗 唉 這孩子就是這樣會作弄人 讓你又愛又恨 然後呢 下面是冠華看的東西 課堂的知識滿足不了他的頭腦 他總看我們看不下的書 他看什麼書 好 我們看一下他看什麼書 這是尼采的書 解釋會禁錮我們的思想 失去思考的本質 看似不起眼的行為 也會產生長久的這個作用 那影響力 所以這全部 所以說 看這樣的書的小孩 其實 其實是很敏感 很敏感 而且他也在做很多的 自我的一個思考 跟這個思想上面的一個挑戰 然後 冠華喜歡這個名字 名字改成林天昊 是冠華的心願 他想要改名字 他跟他媽媽講過 他要改成叫天昊 OK 他有他的人生的看法 他忠於他自己的思想 然後這是冠華的媽媽 Po的文章 就是說把珍寶當作蠢財 OK 那這也是 冠華 他已經走了 走了 走了以後這個很多人送了白玫瑰 在教育部第一個晚上 所以他媽媽再次呼籲說 請不要再說 孩子們被政黨操作 因為這對孩子們 是一個很大的侮辱 這一段 這一段是他所介紹的 對 這篇PO文很重要 就是原本他是 教育部的部長到他家以後 他的錄音大家會覺得說 怎麼這個媽媽好像 沒有很支持兒子 但是那時候大家也還在想說 媽媽是不是希望大家不要再 再引起社會的一些對立 結果在他看完了冠華留下的一些 他手機裡面的照片跟文章之後 他從這邊開始 他包括很多對兒子的思念 那前面那一段是他寫的 下面開始就是林冠華的文章 你看齁 林冠華在思考什麼 林冠華說 究竟什麼是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們因為新聞報章 因為閱覽的事 甚至於因為媒體的灌輸 至多至少都產生了個人的思想 或政治立場 而關於反對課綱微調這件事情 有人問我們 究竟用的是何種心態 什麼思維來反對 有人說我們有對於特定政黨的針對心態 又或是受同才效應的影響 眼風盲目反對 但究竟有沒有這些成分存在 歷史告訴我們 我們從哪裡來 現在在哪裡 該往哪裡去 它是我們的界境 使我們知道我們會在何時何地疊過交 他認為這樣子去看歷史 OK我們來看一下 他後面還有寫 所以歷史教育是不能經過有意篩選 不能有美化包裝的 在政治立場上並不能偏向任何一方 這才是教育的道德 請忠也罷 請日也罷 請美也罷 獨立也好 統一也好 我們都因為鄭南榮先烈追求百分百言論自由的奉獻 可以自由地表述自己的見解和喜好 但在教育中 我們需要的是知的權利 知道真相的權利 所以我們站出來爭取 而不是選擇漠視 任由教育成為政治的工具 我們並不樂見 由誰執政就能表述歷史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這句話太重要了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一個道德高尚立場純淨的教育環境 台灣史便是真實發生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歷史 無論由誰掌握大局 掌握大局 皆不能磨滅任何一件曾經發生的事 世界不會因為那些作惡多端的人而毀滅 而是冷言旁觀選擇堅默的人 OK 他說 他很喜歡柯文哲的一句話 心存善念 盡力而為 然而觀點的不同 視角的不同 造就價值觀 道德的不同 我想我們學生能做的 僅是在不停的反覆思辨之下 貫徹本身的價值觀 並且暗暗祈禱著我所做的事情 能較為接近真理 對於懷疑我們反對動機的大人們 我想告訴他們 我們不斷地質疑自己 又不斷地用思考說服自己 這就是我們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這樣看 就是說 冠華的爸爸媽媽 本來都不了解他 就以為他是個蠢材 可是他走了以後因為太思念 思念到爸爸晚上睡覺的時候 都在喊 我的兒子 我的兒子 然後 所以爸爸跟媽媽就不斷地去找 冠華生前的臉書 寫過了文章 他的照片 參與的活動 後來發現 他兒子太可愛了 太勇敢 也太正直了 所以呢 後來他才有寫這些文章這樣 他們才發現 原來冠華是真霸 不是純采 所以其實很多百姆都是這樣 不容易因為每天相處 有很多衝突 你也不想試圖傾聽或了解他 可是死後因為太思念了 所以才開始 原來我兒子生這樣 所以 有沒有 就是說 了解自己的小孩 或了解爸爸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這個冠華的媽媽 後來有發表一篇文章 他有說 冠華雖然很聰明 因為他小六的時候其實是第一名 可是他永遠達不到我們的要求 乖乖去讀書 乖乖上課 有個好成績 這爸媽媽媽的要求 那冠華就很自責說 他覺得自己不好不努力 對不起爸爸媽媽 可是經過冠華去世以後 爸爸媽媽找出所有的資料 才發現原來啊 冠華的聰明 冠華的努力 超過父母的想像 超過所有人的想像 爸爸媽媽充滿驚訝 他把冠華 他其實是個珍寶 可是過去都把冠華當蠢才 其實就不了解 看完以後有什麼感受 我覺得這很蠻悲哀的 就是說 也不能怪父母親 因為父母親活在一個大的價值裡面 大家就 他父母親曾經講過他一句話 說人家見忠地去訪科幹完之後 還是考完台大法律去 你呢 你呢 後面就點點點 你呢 你讀的是專進 專進的 高職的進修部 夜間部 講到夜間部就傷害我了 然後還會不會辦了休學 你花那麼多時間 在社會上 各種反對運動 你自己怎麼不自救 父母親有這個想法正常 因為父母親通常都很自私 不要管閒事 趕快把事情讀好了 最好考最好的學 學校一份職業 他也很迷思 我覺得這個 可是有一天 發現他孩子會的事情 很多事情超過他想像 或者比別人優秀的時候 他一定後悔莫及 我想很多父母親都這樣 那你小時候 會重視他的分數嗎 我不曉得 他說我重視 其實還蠻重視的 真的啊 對 但是他的方式就是 與其告訴你說 要考多少分 還不如我幫你念吧 我覺得我們都會從別人身上 看到自己更清楚的小孩 像李宗譬如說 他小學換了三個 我甚至於懷疑他 他根本讀不上國中 這點他不知道記不記得 你換了三個學校 他換了三個學校 問題學生 他是問題學生 他通常問題學生都是蠻聰明的 然後在游泳池裡 我真的跟他談說 你小學畢業 換了三個學校 好辛苦 你要不要不要念國中 在游泳池裡 你記不記得 這時候爸爸講 這時候爸爸講太多 兒子就不敢講話 不不不 我就問他說 你要不要放棄讀國中 他說給我想一想 結果游泳池有了 回來說爸爸你很瘋狂 因為那是義務教育 對啊 我不讀國中請他會來抓我 他蠻呆的 你就問爸爸怎麼重視分數 就是我們剛好在講那個歷史課本 就是國中歷史其實 因為我其實對這種背誦的歷史地理 我很不在行 沒什麼興趣 沒什麼興趣 其實也很枯燥 你說叫我背都是 就是什麼幾年 西元幾年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爸爸就幫我做一個圖表 很大的圖表 用全開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其實那時候就是用全開的大紙去做 這個跟課廷差不多大 有中國史西洋史 把地理跟歷史併在一起 不過等你講完 我再講我的苦衷 而且當時 你已經課綱微調了 不 他的年代 那個時候沒有 就是原來的老課綱 原來的老課綱 所以你這個是用原來的老課綱 講到這裡 我應該跟阿里松多講 其實我不是為了他考分數 他已經誤會我 我是把台灣擺在一個 用台灣的觀點看全世界的世界 那跟課本不符合 可是我又不怕這樣一教他不會考試 也不至於因為還有世界史 我整個表格做完 只是用台灣的觀點看全世界 然後台灣跟全世界 連結 課本上沒有這一點 可是他自己不斷的 把課本上的一些條 條約背進去 就是說又不影響考試 可是觀點有改變 不是為了分數 他誤會我那麼久 沒有誤會啊 他真的不是分數 你看我的表格裡面 全部都在寫台灣 你應該幫我們國中來編那個 你應該幫我們國中來編那個 你應該編課本 因為我自己為了寫這個課竿 自己讀了很多書 因為我自己 對歷史、歷史、歷史不懂 因為我念的事比較是 理工科嘛 你是生物系嗎 我生物系 所以其實我是不懂的 我讀了很多那個世界 歐洲史、世界史 讀完後 融為貫通以後 再去看他的課本 重新做表格 然後好處是他整個就記起來了 台灣跟全世界的關係 回到我們最近科竿的 可是我沒有記起來 因為做完之後我都沒有 結果他歷史考慮 結果我做歷史考慮 因為他搞亂了 沒有新科竿跟舊科竿 會搞亂 所以 他怎麼幫你讀書 沒有幫你讀書 就做表格啊 這個東西就是 我沒有誤會他 就是他爸爸的焦慮 就是他其實 他又不敢 他其實如果乾脆一點 不要那麼壓抑 他就告訴我說 李總你考幾分 你給我努力一念 他又不敢這樣做 他只好做很大的表格 用另外一種方式說 你看我盡我全力把我的焦慮 擔心你分數的焦慮 發洩在這個全開的表格 發洩 發洩焦慮 發洩焦慮 我覺得他是在發洩焦慮 他來節目是說 他不重視分數的喔 不重視你的分數的喔 他只能說他 他其實 不太 care 真的不太 care 但是我做這張 很大的表 那你要看完 再考幾分 我不會很擔心這樣 我覺得就是 我父親這個年代就是 因為畢竟覺得 成績好 表示你將來出入安全 比較有好的發展 父親擔心的就是發展 他講是大一軍 他常常問我就是說 會不會 家裡會不會怕說 不知道自己要找好的工作 什麼 所以他倒是沒有 他應該是把成績這件事情 跟家裡 是不是有好的未來 這件事情連結在一起 那這個 因為我覺得在那個年代 其實是很正常的 其實很多到現在 很多父母親 都還是覺得我念大學 念台大 就會有好的出路 可是到我們這個年代 其實不是這樣 就是大學生這麼多 你當時會擔心他 沒有找到好不到好工作嗎 他剛剛講到重點 不是說在不在分數 每個孩子都發現說 你跟不上時代 你會被淘汰 有天你跟不上 沒有飯吃 其實是擔心的 不是 跟期待之間 很多父母親說 沒有孩子長大 他也願意養他 他不是怕他 就是他擔心他現在 沒辦法活下去 沒辦法在這個社會上立足 因為整個社會 是這麼殘酷的 我們所看到 你看 發生這樣一個自殺事件 同情的人並不多 大家一開始就 我其實看得非常生氣 有些文章就講 小屁孩嘛 Loser嘛 真的有人這樣寫的 看到非常憤怒 人家都死了 你還在那邊講說 這種孩子就是因為跟不上 就是Loser 就是失敗者 或者說他就是那種 精神狀態搞不好 還有一點問題 看來真的蠻難過 人家都這樣做了 你還是要誤導大家說 他是一個例外的 社會上的失敗者 所以這邊柯島 是有見過林冠華對不對 我記得是上個月 7月8號左右 我接到朋友電話說 北區高校聯盟 借台北一個大學 校區在那邊 要開會 可是他們沒有錢 那我問 那要幫什麼忙 他就說 買午餐給他們 我就買了幾千塊午餐 因為我沒有打發票 就不像民進黨要被棄底 刺刺雨傘 沒有打發票是對的 他們自己開會 然後沒有任何外人參與 我等於是一個外人 但是我在那邊 我沒有發言 我只喜歡看他們在那邊 很認真的開會 沒有 叫你買便當那個人 就是在操弄 那是誰 教出來 是我們五六運動裡面 一個朋友 我們的志工 我們很多志工 你知道嗎 然後 立書哪個政黨 我們這個五六運動 我們沒有政黨 他們蔡英文有沒有關係 就是他們 當然沒有關係 他們就是自己討論 我就發現這些小孩 跟蔡英文怎麼沒有關係 都是緩和的啊 是是是 非常聰明 然後再清楚 然後延遲很犀利 然後全部做過功課 論點非常精確 就這群人在那邊 你去旁聽嗎 他們就在我旁聽啊 我也跟他們一起吃中餐 因為他有買便當 對啊 我也在那邊吃中餐 看到你們吃啦 怕說偏他們的 但是小孩子歸小孩子啦 還是小孩 就是說 講一講以後 就會突然間開起玩笑 然後開來開去 我孫你你出貨 然後很開心 然後又很嚴肅 回到那個話題裡面去 所以我就發現 哇 這群小孩子真的是 太厲害 我說我那時候就坐在旁邊 因為我沒事嘛 我就想 哇我要是這個政府啊 這個臨時政府 因為我覺得 那個政府一直是臨時政府啊 他從當初來 就要回南京 不是一個臨時政府嗎 我說我是這個臨時政府 我應該要害怕 這些學生這麼聰明 三四年後 他們就有選票了 欸18歲 我跟你講 勞怪你沒有選總統 然後洪秀樹說 這小孩根本什麼都不懂 這是我們的觀點 觀點 人家選總統 就認為這小孩都不懂耶 對啊對啊 可是你看看 我替他們擔心啊 替誰 替妳的領事 因為他是一隻恐龍 他恐龍就是 身體很大 腦袋很小 那反應太慢 他只會用大腳踩住你說 你要聽我的 漂亮 要選舉才會 彎下來跟你 跟你關懷一下對不對 那這個恐龍 有可能就被這個小孩子消滅 變成一隻蜥蜜 魅絕 有可能 因為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為什麼要沾這個心啊 這是很開心的事嘛 可是 真的他們 非常認真 關懷的媽媽有說 其實他們是 他說 有病的是這個社會 是大人 是我這種被洗腦過的家長 你也叫我洗腦過耶 我承認啦 講個時代都是 我覺得像我跟小野還有吳念珍 我們幾個一直在懺悔 我們想要補償 因為 弄壞這個社會的都是 就是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這些人 這些老先生啊 整個把我們社會 等於是掠奪了 下一代的資產 然後 變成這麼亂 然後 把所有的好處都拿走 都是我們這個年紀的 為什麼 你是被洗腦過 你也是被洗腦過 但是你們現在知道要懺悔 可是一些人是被洗腦過 現在還在有效 我覺得就是 洗腦不清洗 或者是他記得利益 基本的價值觀不一樣 全部都放棄利益吧 我覺得我們說 他並不是不知道是錯 可是他因為他已經獲得利益 譬如說 譬如說講那些法令一改 他就影響到他的利益 甚至於房屋的價錢 或者是那個 講十八發等等 很多東西他不是不知道 正義跟公民 是他已經擁有這些東西了 社會變動對他不利 我覺得並不是 是自私的原因 我覺得那個課綱不錯 其實還是在要影響那些被洗腦過 繼續有效的那些人 對不對 其實沒辦法影響力了 對 所以待會兒問兩個年輕人 你們以前是讀舊課綱 對啊 因為你們兩個都已經快四十了 反攻復國的舊課綱 對吧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新聞畫畫畫 好 歡迎回到我們現場 問一下兩位兒子 你們是讀舊課綱的嗎 對啊 尾翰也是讀舊課綱的嗎 對啊 那你們沒有受到影響嗎 就是大人講什麼 通通不要聽 去拍電影就好啦 因為都是要洗腦 每個大人跟我們講的話 都是要洗腦 你為什麼你那時候學生時候 就知道還是後來你長大之後才知道 一直都這樣覺得 一直 我們憲法是假的 我們的法律是假的 我們政府是假的 講的話通通都是假的嘛 所以我們要重新去找到這個真實 柯依陣你怎麼會教育出這種兒子 我沒有教他 我沒有教他 你不要算在我頭上 臨時政府 臨時政府 我剛剛才聽到 我剛剛才聽到 問一下 李中你是讀舊課綱的 對 那你怎麼沒有被洗腦 我覺得我 因為剛好我是巧合 因為我的求學過程中 不是很順利 所以慢慢的就對我形成一種印象是 這個課本所講的世界 代表的是威權 就是老師 老師都很不喜歡我 所以我就很習慣就開始 我其實那時候 我只是反抗的東西 反抗老師那個形象 因為基本上 我從小就一直被說 愛講話 行為不檢點 就是太活潑 然後排隊都是 反正就是異類啦 我就一直被這樣貼這個標籤 所以其實 那個傷害很大 對其實 所以我從小就已經 就是OK 這個東西就是 老師代表的就是課本 課本代表的東西就是 我需要反抗的東西 因為他們都不太認同我的存在 所以我是很自然是這樣 但我並沒有說 這麼聰明說 這個東西可能是人家給我洗腦 其實沒有啦 我也是讀什麼 那時候我們還是秋海棠 我們那時候外蒙都還在 我們的課本歷史外蒙是還在的 其實那時候其實外蒙已經不在了 我們的歷史課本是外蒙 老母雞了 還是 我們還是秋海棠 你不是秋海棠 我是秋海棠 所以你也都接受 接受接受 其實是不會懷疑直接 因為考試我要背 開羅學院我也要背 就是我必須 我是比較乖 就在考試這方面 就是我真的都是 在班上成績 還是後來 國中高中 都還算是還可以 所以變成說 我很自然就是 在成績這方面 我是為了要配合考試 所以我必須要念這樣 這個是為了讓你很反威權嗎 我說反威權 就是來自於我的成長經驗 讓我反威權 就是因為老師都很威權 那第一件事情 我第一件學到的事情就是 這個威權對我不友善 他沒有把我拿入體積 他這次來一直教訓 所以 我記得有一次 因為講話被老師 有紅筆 對啊 我還被畫紅筆 是喔 後來才叫他轉學 沒有 他不要這樣 小學一年級 到六年級是貼 貼膠布上課 貼膠布 對 反正字都碰過啦 畫紅筆貼膠布 送到教室前 拜託他說 你說你可不可以少講一點話 所以沒有 所以別人告訴你 不要講話 你沒有辦法控制 他也喜歡講話 因為我意見啦 我就覺得比如說你上課 講什麼東西 然後我想到什麼東西 我就想要發言說 老師剛剛這東西 他時常打斷老師的話 對 我想要自己 可能是我的問題 所以他是蠻欠揍的 我是蠻欠揍的 他時常把老師打斷老師 他講不對 他時常講些老師講錯的地方 我到現在才記得 因為老師會跟我抱怨嘛 學生本來發問就是好事啦 不是 打斷老師說你講錯啊 但是要有一個程序讓你發問 不是說你也會干擾到學生的上課 跟他別的學生上課 可是那個老師是很不應該 用這樣的方式 那個對你傷害很大喔 在那個時候對小朋友 因為你就會覺得很侮辱嘛 我也是哭著回家 就是對他看到 到爸爸看到就覺得很心疼這樣 所以 畫一個圓圈 畫一個紅圈 但你不太懂這個東西是對你 就是小時候沒有那麼清楚 只是老師處罰我 就是畫這樣子 但我覺得這個東西情愫了我後來 就是對於威權會反省說 所以這些老師他們到底是 讀怎麼樣 他們會教我們這些東西的時候 這個東西有沒有問題 我是從老師身上開始 我煩惱 老師的教育就有問題了 才會有這樣 對 才會這樣對我 所以我才會去反省說 他不讓你懷疑嘛 對 才會反省說 他怕你跟他對抗說 老師你講錯 他最怕這種學生嘛 那我們這個年代其實好一點是 我們慢慢 我們就有網路了 我們是網路的第一代嘛 所以其實你再來 你就有很多外來的資訊 一旦你有外來的資訊的時候 其實 課本上教什麼東西 對來講 你找到重點 這個世代的年輕人 現在在教育部的 這個世代 他們更多外來的資訊 他們更多外來的資訊 你怎麼虎得了他呢 對啊 你後來怎麼在這個體制 活到高中的 其實 你為什麼就不講話了 後來 後來不會不講話 只是到國高中其實 你就變考試這件事情 就是聯考這件事情 占據你所有的心思 就聯考 社團 你就不太會管說老師的態度 其實老師那時候 就跟你很抽離了 老師只是一個工具 所以老師講錯 你也不會多說了 對你不用多說 你就是把課本的東西背熟 然後考試考高分就好 就這樣 我們那時候我念的國中 是很講究這個生學主義 其實會 我很不喜歡我自己的 國中的生活啦 我到高中比較快樂 還是會碰到一些 有靈魂的老師 對有有 還是有 其實不能否定 我覺得老師其實他們也是受害者 在這個體制裡面 他等於是被這個體制去洗腦嘛 你先洗腦你的第一 你的教育者 教育者 然後教育者在洗腦你的受教者 所以這邊有一張 你們小時候 那有 所以中間高中的校長跟老師 就去這個 訪問林冠華跟他的家長 那主要這個問題就是說 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 你不怕你以後有前科嗎 你不怕以後沒有工作嗎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回 對 如果在他那個時候 我沒有想他那麼勇敢 我可能就是 我就聽聽 我壓力會很大 我壓力會很大 對 這個事情對關懷壓力很大 對啊 教育局長下令或是什麼 然後請學校長再請老師來關懷 這個壓力太大了吧 其實是壓力很大 對 那你是家長率怎麼回 你說像他這個 校長跟老師 因為我已經叛逆罐了 所以應該不會甩這個 因為我小時候 因為我父親是日本教育 所以是打罵教育 然後當兵我也是常常被處罰 因為我不流汗 打罵教育不就是威權嗎 對對對 但是因為是父親你就認了 可是他因為很早過世 說得很厲害嗎 對 很厲害 很厲害 說得你不會怕路 但是因為我太疲了 我是太疲了 我也不怪他 因為我自己就是 我做我的 然後爬樹幹什麼 什麼壞事都幹嘛 爬樹怎麼會是壞事 對父親來講他會擔心你 但是我就是那種 不怕人家處罰 我當兵大家都會流汗 我不流汗 不流汗不能吃中飯 因為你沒找到 我是扛著槓鈴在跑營區 但是我就是咬著牙 所以我一輩子就是這樣子 我說我不會被你針倒 你要針倒我 你是不可能的 我一定對抗到底 這樣子所以 你為什麼不選擇去槓鈴放下來 流個汗然後你就 或者泡個水然後就吃飯呢 但是不流汗這個是天生的 不流汗也很痛苦啊 對不對 對你是沒有風險 它是散熱對 對也很痛苦 我是到大概60歲才會流汗 這很奇怪齁 我在沙漠地帶生活都不流汗 那這種東西你要處罰我 我都認 我都覺得我一定可以反抗到底 我不會被你弄倒 但是我也不會說我一定要弄你或什麼 但是這就讓我覺得 我就是有一種堅毅的個性 那你要怎麼樣都沒關係 我走我的路 我大概都是這樣 我覺得柯導他就是一種反 反骨的一種性格 你摸我的後面 我跟爆公一樣 是凸出來的 OK 爆一爆就對了 對對對 因為馬總統一講說台灣沒有人反抗 以後他才弄出一個 就開始 弄出一個什麼 我是人模板的 對 等一下再來換你 來 我們也休息一下 來 我也是反抗 我也是應該是 來來來 看一張這個非常珍貴的照片 這五個小朋友 我認得出來這個應該是羽輪 是 還有那個味道 輪廓 很盼力的味道 很盼力的味道 對不起 你中話都快沒上 左一 你再看看哪一個 我猜是這個 是不是 是吧 對 其實還是有一點點的輪廓 怎麼會有機會這一張 其實那個年代我們的 其實我跟柯一正 吳念真 我們這一輩都是從 還沒有結婚認識 看到對方結婚到 有孩子 所以孩子都玩在一起 所以右邊那個是 五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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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定圈 對 看不太出來 他年紀差很多 後來他媽媽是 護士給他打生長激素 然後都不肯告訴我們 他最後的物就是這裡 他爸爸從小就給他按摩腳底 對 都有一些怪招不肯告訴我們 腳底按摩真的會長那麼高嗎 真的 就是按腳底的那個什麼 所以我現在開始 給身子一直按 對 他都不肯教我們這樣 可不可以他有去手術喔 他長到180耶 他就是有怪招嘛 吳念真耶 你看他原來多小 你看照片也多小 吳念真最高 就是每個人問他說 這兒子是不是親生 對 我定間看到我都叫我爸爸 為什麼 我就問他你養父好嗎 對啊 所以我們朋友之間 食尚家來家裡玩 大家就拍個照這樣 是是是 那剛剛講到那個 這個反骨齁 所以你也是被洗腦過的嘛 對對 我洗腦一樣怪怪 尤其念師大 師大每個人要當老師 更是 更是被洗得兇 因為你現在畢業之後要當老師 每個人進去之後 就填一個 入國民黨的表 所以如果我告訴你 我是國民黨 一定都不吸氣 因為每個人都要填那個表 不停也可以沒關係啊 你軍訓不及格 你就不能當那個預官 你自動會發現不對 為什麼只有我這個人不及格 我慢有一個人就是一直不及格 他不懂 他就說 加入國民黨就懂了 所以一加就及格了 然後就過了 就是他用這個方式控制了 洗腦洗得很兇啊 一直洗到30歲 還覺得我是中國人啊 要是別人告訴我 你是台灣人 我跟他吵架這樣 洗到30歲以後 慢慢整個社會變了 後來我從事電影工作 慢慢大家認識改變 我覺得蠻可憐的 所以有時候看到有些老師 或者是家長 每天還抱著一些舊的東西 不放我覺得蠻可憐 因為他也都是被動 假如我小時候是一個很開放的教材 從小就被弄得蠻聰明的話 不會有這麼很頑固的一代 所以每次看到那種很莫名其妙的言論 我覺得蠻同情他們的 就是怎麼會這麼久 你好歹也看到一點資訊嘛 社會也那麼開放 解嚴那麼久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是受到父親的影響 因為電影編劇 電影導演 對不對 所以兩個小孩後來也都從事電影工作 其實我覺得父親的影響非常的巨大 剛剛你看兩個爸爸 兩個兒子在這邊 你還是可以看出那個父子的互動 我想要講一個就是 宏怡哥這邊那一天冠華來 他在講他爸爸媽媽 因為教官跟 不是教官 老師 校長跟老師來了以後 他其實很在乎他爸媽對他的態度 沒錯 他爸爸說你有病要吃藥 那天他現場講的嘛 那錄影完後 他自己臉書也有寫 你看他媽媽講說 他爸爸現在是 晚上睡覺一邊睡一邊心痛 喊我的兒子我的兒子 真的我看到這句話我就 對我想要講的是 或許冠華的爸爸就是我們傳統的爸爸 爸爸我是三個孩子的爸爸 我可能百分之九十九了 我不敢講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九的爸媽是愛孩子的 但是愛的方式可能變阻礙了 我很愛他 你要念建宗喔 你是一個對不對 裝盡高職 但他不知道 他先用這個方式 我要把我兒子打個底 他以後出社會找到好工作 或是當公務員 當教職鐵飯碗 可是他沒有 他是高職 他會不會找不到工作 我會擔心 那你又跑去那邊抗議 那怎麼辦 他不是不喜歡他兒子做他兒子喜歡的事 而是他覺得他兒子做的事情 會讓他兒子以後遇到困難 可是我愛我的小孩 我不希望他遇到困難 他也是基於愛嘛 對 教育的過程裡面 剛剛講了 就說孩子後來發現說 教育的過程裡面 教育我們的孩子如何虛偽 我那天遇到那個 就是在萬華區要參選的 那個時代力量的那個閃靈 Freddy林昌佐 他在想說 他高中的時候 還是國中的時候 他的作文分數最低 而且老師跟他講 胸無大志這樣 因為他想說 將來要做什麼 Freddy說 沒有 Freddy就說 我想要組樂團 然後呢到全世界去唱歌 去表演給全世界的人看 然後吉他同學 然後就講 胸無大志 你這是什麼 然後結果他同學寫 我要做太空人的 我要做工程師的 分數都很高 他說可是你看 現在我已經畢業這麼久了 唯一有在做當年說的願望的人 就我 其他人就知道說 寫什麼東西 讓老師安心 家長放心 他會覺得他博物正業 對 就是我們就 小孩子 包含像林中 他就很清楚 我有一塊留給我自己 但是我也很會應付你這一塊 對不對 所以就是 虛偽錯亂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還是要再強調 這次的反黑箱克剛 真的不是只有這麼簡單的意義 它真的是一個整個世代年輕人的憤怒 請正視這個憤怒 那小爺爺會很稱讚你中嗎 畫個圓圈圈 不怎麼樣也是稱讚的不得了 可爺 你敢把 好想要討論過 請就 很快 對照組 你會知道他的個性 還好 小時候會 小時候會 小時候會覺得自己做什麼 好像爸爸媽媽都會很擔心 很不滿意 這樣子 做什麼事他不滿意 比方說 都不太滿意吧 小時候 他跟你騙嗎 沒有 父親都會覺得應該可以更好 是你喔 這邊沒有這樣想 好是喔 這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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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比較care孩子的生活 平良一講 紅吐一下 平良一講 母親比較care孩子的 吃飯吃飽 沒有啊 身心狀態 我覺得母親比較在乎身心狀態 爸爸比較屬於那種 就是比較屬於 考試考老婆 就好像屬於這樣子 為什麼你會懷疑說 小時候懷疑說 你是不是簡單 每個小孩都會有這個時期吧 每個小孩都會問這個這幾 什麼事情讓你這樣懷疑 沒有啦 就是一個小孩子 就會有這種 我以前懷疑 我以前懷疑他 他叫我母親子 我就覺得我不是親生 對啊 尤其那些電視 你那些 為什麼打我 我國一的時候還 我那個時候 班牆又把以前的日記拿出來 我國一的日記 你也懷疑過 你知道我怎麼寫嗎 明天學校就要宴學了 因為我不知道 我們從國中才要 要寫資料 日記 寫資料要有學習嘛 他還想說 如果沒有記錯 爸爸是O型 媽媽也是O型 所以O型跟O型一定會生出什麼 O型 O型 O型跟還有一種可能 好像是A喔 是B吧 應該就知道了 O會是什麼 OA啊 對 反正就是一定是O型 反正就是 反正有一種不可能的人 但是有一個不可能的 如果我是那個 2種是不可能的 O gender 0 наO 現在可以懷疑政府了 不用懷疑學行啦 是啊 而且你會覺得說家裡比較重男輕女啊 你知道就會有各種各種的 等一下 等一下讓我插個話 李忠有懷疑過嗎 有啊 我妹妹出生的時候我就懷疑我是不是親生的 為什麼 爸爸那麼多稱讚還是懷疑 因為我覺得他們小時候 我想是更小的嘛 小時候都會懷疑 因為你會就是 因為你看不到你自己生出來 你看得到你妹妹生出來 然後覺得他們都比較喜歡妹妹啊 對啦 容易喜歡看到喜歡小的 會有比較 就覺得他喜歡妹妹 那我是不是抱來的 他比較不喜歡我 一定會有這個過程啊 這倒是沒有這麼 被懲罰 或是看到爸爸媽媽 對其他人比對我好像還更好的時候 而且我們那個時代的父母都會想 我從哪裡都會說 你從哪裡垃圾堆撿來的 永遠是這樣啊 不然就是妹妹在哭 就說這個是愛哭山撿來的 你沒有聽過這種話 我們就永遠都是講這種話 就是非常的 就不能好好地講話嗎 其實爸爸都這樣 那個李安啊 李安就看兒子演舞台去嘛 後來他就跟媽媽說 可不可以叫爸爸不要來 因為他都跟他講缺點 你會希望爸爸來看你的演戲嗎 會啊會啊 我沒有缺點 都給你看 缺點 只是你看到有 我是不覺得有缺點 我知道他很希望我去看他的演出 然後 能夠 給意見或讚美他 對 你後來會出來嗎 我很保留的 當然有時候會 在臉書有沒有寫過 應該也會寫一下吧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跟他講 因為 他是一個天生好辯的人 那我如果說 你這 會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可能就會講兩個中 我們可能兩個中頭在那邊爭辯 對 那用寫的可能比較那個 那比如說這個 安平你的看法是什麼 你爸爸說你好辯啊 所以他的臉書在跟你稱讚啊 沒有啦 小時候都會希望能夠 爸爸能夠多參與自己的生命嘛 那你不能參與我每一天 每一秒的生命你偶爾參與一下 你至少誇獎一下 表示你有用心在參與嘛 對 我覺得小孩子是這種感覺啦 但不是說 我一定要表現得很好 讓爸爸看到 或是怎麼樣 但是這樣的期待都沒有 就忙 爸爸忙 那長大以後有稱讚你嗎 有啊 他現在如果不講話 我都覺得我每一分每一秒都被稱讚 哈哈哈哈 沒說話就算不錯啊 那這個同台演戲他有沒有知道你 我們的派系不同沒得知道 表演派系不同 這是新浪潮寫詞派 我們這邊是那個 風暴表演派的人 啊這個有很習慣嗎 這被打 這被打 你當天有捨不得打嗎 還是給他狠狠地打 會不會 要拍你就真來一次就解決 你如果假的話可能要打個十下 對啊 但是前面那一張 我記得在當中他被我打出鼻血來 呼 因為不小心他那個表演太突然了 因為都真來的 結果我一阻擋不小心就碰到他鼻子 就流鼻血 記得嗎 因為我 我不是親自的 沒辦法啊 因為我們那個拍兩個鏡頭 第一次演我 我大概第一拍我就回生了 我沒有一次一樣 他舞台劇的排法 他就覺得我那一拍會回頭 拍一次他就這樣 我正式來的時候 到多兩步再回頭 就整個被打到了 技術上沒調好 所以我說我們拍戲不同 被打到就被打到 他為什麼說拍了念念之後 你跟爸爸感情變好 因為念念這部片講的是很心裡面的感情 就是在講人跟人自己和解的問題 就是說你跟你上一代所有的問題 你其實自己一個人可以解決 不要丟給別人 嗯 那爸爸節快到了 對 聽說去年的爸爸節 你傳了一個 哦 對 簡訊給爸爸上 對對對對對 你跟說爸爸對不起 我過去不太懂 怎麼愛人 請你原諒我 我其實是愛你的 父親節快樂 什麼叫我其實是愛你的 他也不知道怎麼付出 我爸爸是一個不知道怎麼付出的人 你知道嗎 就是他很有愛 那朋友來他都很包容 但是是他反而每天如果再假 他不知道怎麼對最親近的人去講 表達愛 對表達 他沒有辦法表達 他沒教我 我也很難學啊 我變得看不太到這個東西 我看不到人個人這間情感跟愛情的流動 到這幾年比較看得到了 嗯 那爸爸怎麼 爸爸是怎麼回應這個簡訊 明天來吃飯 真的嗎 你還記得喔 對 隔一天早上傳 我還在睡覺 我聽到手機響 一看 眼淚就掉下來了 這樣眼淚就掉下來了 對 週末來吃個飯之類的 為什麼這樣眼淚就掉下來了 很少喜歡吃飯嘛 沒有常常啦 但是我覺得 情感確實在交流了 不是說我在跟你變 變這個變那個 或是擔心這個擔心那個 就是我們又確實在交流 他有收到了你的這個感覺 這才是人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 爸爸知道你掉眼淚嗎 他不知道不知道 爸爸 這是一種 你當初為什麼會這樣回 吃飯就可以見面就可以聊啊 那其實我是一個 從小就不知道怎麼跟兒子 比如說 有什麼事情我們來聊一聊 外國電影都這樣嘛 面談 走進兒子的房間 坐下來我們聊一聊 我從小就不會這個 我跟我父親沒有這個 我跟他大概也沒有這個 通常我們的父親都會 走進房間跪下 不是救下 所以你當時收到 這個語倫的那封簡訊的時候 你在想什麼 你的感受是什麼 應該不記得 不會不會 你會覺得說 他 有重視我 這樣子 所以你就傳了 對對對 可是以前也重視你 以前不重視嗎 所以一般父親會講說 不是 說了這種簡訊你覺得他有重視你 以前沒有嗎 以前 我們好像各做各的事 我們盡量不要一起工作 柯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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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問題還沒有問我 爸爸我其實是很愛你的 所以 一般很多人會講說 我也愛你 明天吃飯吧 跟你沒有那句 你只有後面那句 還是一樣意思 一樣的意思啊 一樣的意思 一樣的意思 他懂啊 因為我其實我知道 以前都是我爸爸在保護我 該我保護我爸爸了 所以我來講我愛你 講我愛你 我來先講才對 漂亮 其實柯導 收到簡訊的時候說不定也哭了 他講這句話你就知道他 有在成長 對 柯導沒有汗水 他也沒有淚水 有 他講 腳底都濕了 沒有 所以多少年輕人一直期待說 爸爸可不可以改變 但是宇倫告訴我們 可以從你自己 對 去翻轉這樣的一個 對自己來就好 現在學生也都知道啦 所以自己站出去 嗯哼哼哼 你養了一個很敏銳的兒子 在觀察人的感情方面 好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這兩天除了林冠華還有一個小孩 我覺得也想聽聽年輕人的看法 就是周天關 因為他一直都被當成是周大關的弟弟 他說他要做他自己 所以自我的一個認識 自我的一個認同 跟自我的一個發展 對青少年來的人非常非常重要的對不對 你可以理解周天關的憤怒嗎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周天關寫的臉書啦 其實他是滿憤怒的 在8月1號我們按照時間序 11點47分 他說我是一個沒有名字的人 過去17年我沒有選擇 現在我要奪回自己的身份 只要還有一口氣 就要對得起自己 這是林冠華的觀點 然後周天關說 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我是周天關不是周大關 那到了下午3點多 剛剛是11點多 下午3點多他說 為什麼反洗腦 因為我就是被洗腦的最佳例子 懂嗎別再被689騙了 689就是頭馬英九的689案 原來是白色 到了下午4點多 請各位媒體朋友 以我在臉書的回應為主 我的父母都只是在為他們的立場說話 我的立場已經被他們忽視 你們訪問他們 那這樣聽得見我的聲音嗎 我的回答才是你們想要的 不是嗎 因為那個晚上的衝突之後 他就被爸爸媽媽帶回家 然後據說是被 進竹啦 進竹 關起來了 所以他就不能夠見外面 他只能夠寫臉書 到了晚上11點多 他態度軟化 他說 抱歉 這麼晚才發這篇文 再次抱歉 我當天晚上的行為是真的過當 就是他跟他爸爸媽媽在教育 對 推打爸媽 以至於引發後續的風波 對於對家人動手出言辱罵 我已經鄭重向我的父母道歉 造成社會觀感不佳 我再次再次 我再次再次 向每一位關心我的人道歉 但是我對自己的立場不會改變 體制必須被衝撞 而且我會繼續 其實我覺得天關他活的壓力很大 其實像我這個年紀以上的人 會知道周大關 周大關基金會做什麼 抗癌嗎 大家看一下 我很快的把周大關跟周天關 還有周上關他們家三兄弟 說明一下 這就是周敬華跟周大關 周大關 爸爸周敬華 爸爸是周敬華 這個小朋友就是周大關 他1987年出生 結果呢 他只活到1997年10歲 他9歲的時候 他發生了這個惡性的這個核溫肌癌 然後做了兩次的開刀 12次的化療 一年之內台大救不回來 然後就最後 他的媽媽 這個郭英蘭跟爸爸周敬華 就到台大醫院送他最後一程 在周大關5月過世之後 1997年的7月多8月的時候 他媽媽發現說他又懷孕了 兩個月後 而在1998年生了周天關 那其實他們上面還有一個哥哥 叫周上關 所以本來是周大關周上關 然後再接下第三個孩子 他爸爸媽媽就討論說 這是上天 再把周大關生回來給我們 所以叫周天關 而且大家你看到 周天關的天其實是大上面加一橫 所以他的哥哥現在在外國念書 周上關他說 我的弟弟周天關 其實就是我的哥哥周大關 他既是弟弟也是哥哥 這本書是周大關 他在最後要離開的時候 在台大那一年 他所寫的 我還有一隻腳 因為你看他的一隻腳截掉了 那一般小朋友 9歲多10歲 截掉一隻腳 沒有腳他一定痛苦憤世激素 沒有他說我還有一隻腳 可以站在地球 然後他在那一期間 他寫了很多 這是剛剛宏林給大家看 他寫了很多的這些內容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還有一隻腳 貝多芬雙耳之蔥 正龍水 那時候的一個立委 雙眼失明 我還有一隻腳 我要站在地球上 海倫凱樂雙眼失明 正風喜雙腳畸形 我還有一隻腳 我要走遍美麗的世界 那後來就出了這本同書 這是他畫的 剛剛宏林給大家看那個臉書 其實他的臉書 也有透露出那個玄機 他的臉書只有兩個字 叫周關 對周關 他沒有寫周天關 因為他的意思 我都在活別人啊 別人看到我就是看到周大關的弟弟嘛 我是誰不重要 我是周大關的弟弟 可是同樣的 介紹都是周大關的弟弟 對周大關的弟弟 那因為周大關的確也是一個非常 五歲就會念四書五經 然後也會樂器 然後又會寫詩 十歲就離開 大家都知道他 我有一點就是 我也很肯定 他後來承認他推打爸媽 他推打爸媽 是因為他覺得 我跟我的那些志同道夥的同學 在那邊頒那個帆布 他說為什麼你要把我帶回家 我堅持要反這個黑箱科剛 那你不理解我 所以我要堅持下去 可是他也後來理解說 再怎麼樣 我不要去推打爸媽 那爸媽是說怕他危險 所以昨天爸爸媽媽跟周天關 三個人都同時出來看記者會 爸媽也尊重他反黑箱科剛 然後他也當面跟爸媽道歉說 我不應該這樣去推打爸媽 可是有一點我比較能夠理解就是 他這十七年來 他的確是被過度的保護 因為爸爸媽媽不想要 有失去兒子那種痛 所以會特別保護他 那保護過頭了 他也覺得說我要我的人生 這是周大關周天關跟周上關的故事 其實我跟我兒子也會有衝突 我兒子現在最常挑戰我的是 他在美國讀書 讀完以後他就跟我說 爸爸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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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他說 我們會從台灣的角度 或者是比較傳統的角度告訴他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送我來美國的目的 原來是要維持你的意見嗎 你知道嗎 我只好說 我送你去美國的目的 其實就是回來挑戰爸爸 可是我樂見小孩子 有不一樣的東西進去 這樣 不然老實講 何必去美國 那天晚上如果是你兒子在那邊 你會 你又不同他的意識形態的改變 你會去把他抱回來嗎 我其實蠻嚮往那個 我當然有點心理解決 就是我很嚮往孩子去做一些 我們認為是爭取公平正義的 這樣的行動的話 我很嚮往是爸爸跟他後面 跟他一起做 因為這種爸爸很難 在我們這個世代很難 現在年輕爸爸比較多 就是普通話那麼多小孩子 你可以 都沒有出事情嘛 在館場上這麼多孩子 他的父母親在哪裡 每一個都有父母 他們都沉默不講話 當然有很多人 搞不好是說 你做得好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台灣社會 是在變 那做那關這個事情 搞不好爸爸根本不 他們都不贊成兒子做這個事 但是小野老師意思是說 他們沒有出來 把事業有部分珍重 對 我覺得搞不好 我說我很羨慕那種事 因為我們這個世代 比如說我的父母親 我當年跟柯一正兩個人出來 做過一個紀錄片 柯一正不知道記不記得 1990年 把民進黨做 我父母親就跟我斷絕關係 斷絕 要跟我斷絕 後來是我姐姐去想說 弟弟這麼大了 快40歲 每個月奉養你們錢那麼多 斷絕石你們划不來 我想這是開玩笑 但是我就哭了 我哭的原因是說 我好羨慕人家 要是孩子出來做什麼 那件事情是一個 當然那時候幫民進黨做事 因為民進黨是個小黨 第一次可以政黨廣告 第一次 不是現在的民進黨 是根本沒有錢的民進黨 還在頂樓有一個組織 所以站出來的人 就很像現在這種 你看一個很大的妖怪 我跟他還有吳念珍 三個人站出來做 那柯一正父母親也不在了 吳念珍父母親 也沒有人干涉他 只有我爸爸 跟我媽媽跟我翻臉 我就很難過嘛 因為他們都沒事 甚至還有一個 家裡也是很深藍的保羅 他做的時候 爸爸很討厭民進黨 可是他兒子在做這個廣告 他覺得有錢賺 他還燒那個牛肉麵來吃 你知道嗎 我們都很在乎自己的父母親的態度 這很重點 壓力很大 這個是最重要 人家本來是深藍的 可是他看他兒子有錢賺 廣告有收入嘛 他去改變觀念 只要我兒子好就好 就燒牛肉麵 我連這種小動作 我都會非常羨慕 所以你剛剛問我說李忠 我跟你保證 我一定支持他的 我不會拉回來 我就說要被我幫忙什麼 因為最好的方案是 不要出現 因為他從小學五六年級之後 他就不會出現 爸爸出現 你出現就會把平均年齡拉高 對 其實 一出現別人很尷尬 你要替孩子想 十六七歲的孩子 大家哥們玩在一起好快樂 你的出現真的是讓他很沒面子 我轉身離開 真的 因為我從他眼神就暗示我 說你不要過來 給我丟臉丟臉 你不要羞辱他 小學五年級 雨下的很大 我拿個很痴心的 嗓在門口 他這樣說 我問你要幹嘛 我說我聽到了 這旁邊有偷偷暗戀的女生 怕爸爸來得沒錢 我就 在約會 然後瞭解孩子的眼神說 你趕快嗓 我好丟臉 宇宙的約會 多浪漫啊 你禍壞 所以我跟他講周大哥的事情是 其實蠻難過 就是17歲了 你不要再出現 讓我所謂你在旁邊 喊說 兒子加油 爸爸聽你 他覺得很有面子 所謂是這樣 其實我也很同意 就是說那個時候真的 爸爸媽媽不要出現 尷尬 不出現是最好的 其實冠華的爸爸媽媽 大概都承認 他們是被洗腦的一代 其實我們也都是 那 這個 我想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周天關 周天關應該解釋出自 我想應該也是個藍軍的家庭 他有特別在文章寫說 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為有網友去 也不想 不是起底啦 去查他的這個臉書的po文 欸你去年的時候 不是白色的爭議聯盟嗎 就是白狼 不是白狼嗎 那不是反太陽花嗎 那反串啊 故意鬧 他有特別解釋 他說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為我不懂 我那時候看電視 然後大家講說是暴力 我就覺得太陽花那些學生都是暴力 對 那我就反暴力 所以我就那時候po文章 可是後來 他讀了書 讀了正南龍的書 他看了一些其他東西 資料之後 他發現他不是這樣 他就改變想法了 所以他覺得 原來我被洗腦了 所以我要 他17年的教育 抵不過正南龍的一本書 對啊 其實現在這真的是 我是覺得說 大家討論課綱也就在於這裡 就是有人講說 課綱就那幾個字 是能夠幫誰洗腦 那你可不可以不要有太多的東西 加註在教科書上面 讓大家能夠自由的去閱讀 因為也不是每個人看的正南龍的書 都完全認同 也有人覺得不認同 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要不讓他們看 你可不可以不要限制 對 你可不可以不要限制他們 什麼可以看 什麼不能看 台灣不應該是一個這樣 限制來限制去的社會 我聽 這個 周天官的媽媽說 台獨團體拿了一些書給他 所以他就有這樣的改變 如果我現在拿統派團體的書 給他看 他會再轉回去嗎 他會再轉回去嗎 不會 柯道有什麼看完 說 因為像 他們在教育部第一個晚上 我們五六運動人就傳說 你有去嗎 我有去 對對對 那我心裡很高興 但是 我就不會出現 你不要出現 對 對 把平均的人拉高 但是 我也希望 他自己能夠 自己去做 我也不是學生了 我也不能做什麼 對 我只能去關心一下 就趕快離開 對 免得說人家說做文章還是什麼 所以背後有一隻手 對啊 對啊 不行 對 所以我覺得 小孩子的獨立思考真的很重要 你一定要尊重他 你們可以去談論 可以去溝通 那 可是 應該要去了解 所以我可不可以補充一句話 所以我就覺得 國民黨這些人在想什麼 一直想小孩被操弄 你知道我們多少大人 是多麼的克制自己 怕弄髒的這場運動 你懂嗎 嗯 不要講弄髒了 就弄複雜了 對不對 轉移焦點 對 就這樣這場 就是真的是孩子主導的一個事情 我覺得這對他們是非常好的學習 一直講這些小孩是被操弄的 我記得時期在政論節目 跟一個藍軍在討論 藍軍就一直指控 這背後民進黨在操控 然後那個時期就很生氣說 不然你去操控啊 你覺得那個小孩能操控 你就去操控啊 為什麼不去操控看看 對啊 不能因為我現在怕是最 最難過是 還有幾個孩子 有一點像是 事實如歸這樣子 那 你有發現 我希望這些小孩不要這樣 應該要覺得我們不會被打敗 你只要堅持不會被打敗 大家一起來 不要說 不要讓所有人都遺憾 大人什麼時候可以出手 對 我覺得現在都應該要出手 不要管什麼黨派 大家都應該要出手 那我問一下 你們從小住在青田街 一直一號對不對 從小住在青田街 就是故意用那個當作電影裡面殺手的代號 就是因為沒有一號 所以我們就用青田街 不然青田街一號會被煩到 對他會被煩到 然後可能會告我說這個 那個 所以沒有這個門牌的 沒有沒有沒有 台北沒有 台北青田街一號 這是門牌微調 門牌微調 一號的位置是個公園很漂亮 那就是一號的位置 可是沒有一號 就是公園 所以這是你拍的電影 對 這是我拍的電影 那青田街一號是指什麼 是一個殺手的代號 像長江七號這樣 哦 那這個 講了就破梗 不過當時講蠻精彩蠻好看的 大家什麼時候上映 八月二十上映 全台灣的院線 全台灣院線八月二十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電影 你說你來說 導演來說 講一個殺手 因為它是殺太多人嘛 所以看到鬼 然後在被鬼殘身的過程中 就找了一個仙姑 然後一路 重新發現自己人性的故事 哦 重新發現人性 圍條自己 圍條自己的故事 圍條自己的故事 你為什麼 這跟你的成長有關係嗎 這個 其實應該說 愛講故事這件事情 跟成長是有關係的 就是說 我們都 剛回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人多少都會有包袱 我們都有 這樣的背景 然後左上創作這件事情 一定是受到復興的影響 但對於創作的題材這部分 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是 談到創作 有人曾經有五年沒有演戲嗎 沒有戲演 滿長一段時間 那時候都在做幕後了 他說一個月 寄三十封履歷表找工作 那是後來 開始演戲以後 是 最慘的時候 你一天晚上只吃 一天只吃一個便當 晚餐 五十塊的 你準散到這個天高 滿瘦的 不是啊 窮啊 窮啊窮啊窮啊 不能講 爸爸媽媽媽會很擔心 不能講 他會覺得說 你選擇的路一定有問題 他會這樣講 你選擇的路 沒有辦法養活你自己 那這條路就是不通的路啊 不要走啊 那我就覺得不通 我就是要讓他走到通啊 用通樂啊 自己通自己通自己通 自己想辦法通 其實父子個性很像 他們兩個是一人 誒剛好他這麼辛苦 你都不知道啊 我覺得小孩子到這個年紀 一定要能夠自立 如果你父親在這個時候 再出手 我覺得他沒辦法成長 可是他有困難啊 想辦法解決啊 可是他已經瘦到這樣了嗎 減肥啊也不錯 我覺得一定要自己去 想辦法想出新的路來 或者是走過這條困難的路 問你一個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 只要你肯做一定有生路 除非你放棄自己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要自己 嘗試去找一條路出來 他應該要自己走出一條路 我怎麼走得出來 他應該要我走出一條路 是泛舟哥像他 好不好 泛舟哥像他 OK好 可是你知道語倫那一陣 就是那幾年其實收入很少 你知道嗎 你應該知道對不對 我知道啊 對不對 其實我就說 爸爸其實都知道 他要忍住不出手 他們兩個都是硬漢的Style 就是 你應該知道對不對 就是硬漢就是盯到底就對了 自己懸入自己走到底 兩個都硬著來 我就說爸爸一定知道 你那幾年過得很辛苦 你會不知道 這個讀生物 這個讀生物的 門口就放牛肉麵 那個蝴蝶要 從蛹要變成蝴蝶出來的時候 對不對 他在那邊掙扎的時候 你幫他撿一個破口 他就那個 他沒有辦法 因為你把他撿到破口 他就不能透過擠壓 把體液擠到翅膀 他這樣那個翅膀就會 沒有辦法長 所以你把他弄完之後 他就身體很大 可是翅膀飛不起來 一隻叫什麼東西 他就不會翩翩飛舞的 一隻蝴蝶了 所以這個 雨倫現在在翩翩飛舞 這個不出手 這個對父母來講 有多難 我現在就算快餓死 我也不能講 而且我本來今天 看到他要借錢 我現在不能借了 話講在前頭 傳點訊 來跟這裡借 跟師父借 交換住 交換交換 好 好 那麼 這個小野的小孩呢 這個是女兒 那麼從小的這個 這個課程呢 在他們家的這個對話呢 我覺得給予非常多的尊重 你以後小孩也會有個作業題目 作業裡面有個題目 工商和經濟的發展 給台灣社會帶來什麼改變 台灣的經濟奇蹟是什麼 這小孩這種回答 我們不知道他會得幾分 他女兒竟然寫的答案是 台灣的經濟奇蹟就是帶來污染 而且使得水溝內 再也沒有大肚餘了 這應該一百分吧 這是一個觀點 這是一個很好的觀點 這其實是我們現在 最在意志擔心的問題 這是小孩看到的東西 其實我 我對我的孩子的教育 害他們蠻多 像我女兒 你剛才這樣講 她別人開始擺目嘛 因為你如果這次考試 如果 你寫這樣試試看 對對對 她完全不符合那個標準答案 其實我也害了她 但是我也不後悔 因為我沒有辦法一直騙她 就是說還是欺騙嘛 就老實說 你就是說 人要對社會有貢獻 我沒有告訴你不要貢獻 可是你這個題目她不會答 因為藝術創作本身 沒有一定要符合社會 什麼什麼什麼這樣 她真的不會答 她就是來學校找答案的 你這麼先問她 對 所以像這種 比較傳統的題目 她真的不會答 我覺得你 我也蠻害她就是 是因為你這樣 所以教出這樣的女兒 還是這樣的女兒 因為在你的教育底下 可以長成這樣 學到跟她講不能講髒話 回到家裡我們就講髒話 看到電視一直罵 我說爸爸不能講髒話 我說人有 還是有時候會要講髒話的時候 我們這種教育 怎麼會幫助她什麼 原來你們這樣也 她有時候說爸爸 我們老師說不能講髒話 我說人有時候 還是不得已會講髒話 所以我們就是亂商 我們是亂教的 所以我們很不符合現代教育 所以因為你看 有任何對不起孩子 國父推翻滿清建立民國 講到武昌革命起義成功 結果女兒就去翻美國的報紙 說武昌為革命黨 當時美國的報紙是這樣講 講武昌起義是這樣 為了國際外交活動及募款 他放棄立刻返回中國的念頭 繼續對各國政府進行遊說 希望他們支持新的政府 就是那時候武昌起義的時候 其實國父不在現場 所以呢 然後他就去 他對這個比較有興趣 國父去哪裡呢 去了芝加哥 華盛頓 紐約 倫敦 巴黎 武昌革命是 武昌起義是10月10號對不對 據說嘛 沒錯嘛 武昌起義是不是10月10號嘛 這誰記得啊 是啊 10月10號 民國建立啊 這不用背 Google 就有了 可以繼續 然後呢 所以一直到了10月10號 可是國父一直到12月14號 到達了馬尼拉的這個 當時叫馬利西亞的檳城 後來又到香港 然後呢 一直到12月25號 孫中山先生才由香港回到上海 不過他回到中國時 身上沒有帶回一毛錢 因為一路上的募款並不容易 然後女兒說 可是國父至少有玩到啊 趕快回去跑了兩個月 一毛錢沒帶回 那就是去玩啊 對啊 我覺得這跳多傳統的教育 其實是不錯的 如果幾個人都要穿制服的教育 就完蛋了 你如果當爸爸 你會調整 你會調整 你會調整就是爸爸這樣 對你的教育方式 會 你會怎麼調整 調整什麼 我覺得我會盡量多花一點時間 陪小孩啦 因為我知道爸爸當初太忙了 對 你會嗎 我們現在兩個小孩 對 可是我跟他相反之 因為我爸爸花很多時間在陪你 對 我就希望我給我小孩 多一點空間 所以你不想 可能不要像一顆大 我把心療療 臉太緊了 對…我就放開一點有沒有 你不會拿雨傘去學校啊 對…就不拿雨傘去 讓他自己只能長大吧 對他有一點興趣 謝謝你小孩子 丟給爸爸去 對… 對… 今晚11點 請收看